说到罗金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,他主持的新闻联播,不知道,陪伴了多少人,从83年开始自己的播音生涯后,在这个舞台上一战就是25年,这些年当中他的敬业和认真收获了许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 说起他来最令人佩服的就是专业工地了,从业以来,他从来没有念错过一个字,至今这个记录都没人大破,而他也被人们心切地称为国脸,央视一哥,他毕业于传媒大学,其最受观众喜爱的播音员之一。 是央视十分看好的优秀人才,但很不幸的是08年的时候他被查出了癌症,但当时正值奥运会之际,他带病坚持工作,然而最终他还是没能战胜病魔,病后在央视的短暂回归成了最后的回忆,罗金事业尚成就非凡,感情商也是一帆风顺的。 他与妻子结识在校园,毕业后罗就去了养师工作,而妻子选择了留校。 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罗金是非常忙碌的,经常去外地出差开会,妻子刘继红每次想与他见面都很困难,但二人还是坚持下来了,三年的恋爱让二人心意更加确定,随后就举办了婚礼。 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家庭,妻子竟辞去了当时比罗工资还高的工作,没有半分怨言地做起了家庭主妇。 刘继红非常的贤惠,婚后家里的大小事务,都是他来操心的,不管罗多晚回到家,他都会第一时间递上一杯热茶,非常温暖。 只不过两个人结婚以后,并没有着急要孩子,主要起罗金考虑到养孩子是要成本的,而且他也一样给孩子一个富足安定的环境,所以两人结婚六年以后孩子才出生。 罗金离世已经九年了,如今家庭大变样,他的妻子选择了带着儿子改嫁,据说二婚的丈夫还是一名富豪,这也引起了网友的争议。 不免有人说刘继红寡情博弈,可谁曾想过女子带着十四岁的儿子生活有多困难?再说,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,我们让人无权干涉。 相信罗金作为丈夫和爸爸也一样他们幸福安康,不愿他们的生活有任何波澜。 现在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成年了,儿子却成了这般模样。 与之前相比个头长了不少,二十多岁应该是上大学的年龄了却依然还是很胖,没有爸爸当年英俊,不过倒是成熟稳重。